好 暑假结束了 夏季也迈入了尾声 那么这几天天气呢 白天高温暖热 到了夜间低温偏凉 已经来到了夏天的尾巴 气象局表示 这周到周五天气非常稳定 不过到了周末水气会增加 留意午后的雷震雨 那么9月下旬预计迎来首波的东北季风 民众早出晚归要留意气温的变化 随着暑假结束 夏天也即将迈入尾声 根据中央气象局表示 12日起至周五天气稳定 多云道晴为主 花冬有零星雨势 不过日夜温差明显 12日清晨全台最低温出现在花莲受风的19.3度 汽车民众记得增添把外套避免着凉 大概11到15天气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大概11、12、13的时候目前看起来是不错的 14、15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午后对流的一个情形 然后大概16、17的时候 整个水气上来的时候 花莲这边的下雨的情形可能会比较多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高温 其实现在高温就已经比较低一点点了 大概都30、31 然后低温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因为时序已经记录秋天了 所以我们的晚上低温可能就到24、25的一个情形了 然后比较空旷的地方 比如说今天早上在鲤鱼潭 其实还有十几度的一个低温 所以我们未来可能就是说 早晚会天 早晚夜间的时候 温度会越来越低的一个情形 周末两天 台湾附近水气逐渐增多 雨漆再扩大 花冬降雨几率提高 有机会伴随剧烈天气 9月下旬预计迎来首波东北季风 提醒民众留意日夜温差变化 加个薄外套被语据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